第六場是四班的1200米 早上的熱門馬是哪一匹呢? 開飛時進神比較熱 3.8倍,過完關就3.4倍 最後階段雖然回到4倍 但仍然是大熱門 雪戰神區有些過關飛 3.9倍開飛,過完關只有3倍 不過最後階段又回飛,上到4.4倍 勝利在手開飛是9.6倍 開拍時亮了綠燈,落到7.4倍 另外一匹穿綠燈的馬是翡翠劇丸 開飛9.2倍,開拍時是8倍 三天美關,第六場是四班1200米 今晚拆兩組 一起步的時候,出得快一點 勝利在手,富慢加謙元,右謙都快 內蕩是太空戰士 戰鬥英雄,史卓鋒手上起步第四左右 然後馬吉尼·潘頓的晉晨,這是大熱門 然後還有威力起 然後莫雷拉的追風企足 然後正本洪森已經是尾四 暫時殿後三匹,天衣無縫 翡翠劇丸和雪戰神區 上大石斜坡時,前面速度很快 這年牽完後牽,其他兩步都先牽出來 帶過幾馬位出來 比富慢加和勝利在手還要很厲害 然後太空戰士,晉晨已經游到第五位 然後他們還有戰鬥英雄 然後追風企足,威力起 然後天衣無縫,正本洪森 在美的隊伍是翡翠劇丸和雪戰神區 越走越出 進隊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快到四十五秒 八三圈,右圈放得很快 接著他那隊就站在那裡 富慢加和勝利在手都散了 晉晨悄悄悄地走上來 雖然小小頭側側,但是厲害 後面殺到上來戰鬥英雄 但我當作正本洪森 還有八兩米的時候 前面這些晉晨越放越順 兩個多貓在前面 戰鬥英雄就撞了 過程第一名晉晨 第二名戰鬥英雄 第三名上來翡翠劇丸 翡翠劇丸是第四的 預期都是快捕捉的 這場有這麼多快馬 所以後追的馬會比較好處 這部雪戰神區就慢了 但都失望了一段時間 騎士說馬脫口 大部分途程脫口 今晚騎士也有脫口 他脫口多一點 是 三號騎士今晚只有第四 是,試襲舞騎那隻跑贏了 自己之後就不知道跑去哪裡 現在真的跑馬很多時都是有舞 一舞好像整晚都不見人 暫停營業 暫停營業這麼慘 可以了 起碼就慢了,脫口了,沒東西看了 其他馬呢 其實也還有一個暫停營業的 霍利時今馬就出馬多 剛才還出四隻 是 是 是 有三隻是尾三名回來 是,最厲害就是跑第五 這場那些三、四名之爭 又是努力之爭 是 有時經常都是這樣 是 你看看何宅妖 你看看何宅妖,你看翡翠劇院 不停一立一打 這樣搶了第三 不過追風企足也有騎 真是弱一點 他有騎 不過翡翠劇院更狠 對,那些努力的幅度是不同的 何宅妖從來都不用擔心他這件事 一個舉一個潘明輝 他跑第三、第四當是很爭冠軍地跑 他輸一條街就這樣騎 你有時投注,你撞著騎 你就服 你買不到他也好 你買到他也好,你也服 是應該這麼一跑馬 一定比馬在盡力之成好 看看第三名張照 追風企足是第四 分裂時間是頭段23秒26 第段22秒57 末段23秒4 總時間1分09秒23 有時看馬最重要是看一件事 大家會變化 因為晉晨在上季我完全不看 我放下眸軟鏡 我說,身水身汗又細隻 動身動小惡頭惡 老什麼壞習慣都齊了 今年我貼他走頭 全部改過了 當然在陣上 他早點泵一泵 他還有少許搶口 但是操控上 跟上季都判若兩區 已經進步了很多 如果從神科看 贏得這麼遠 不過現在50分而已 這場就贏得遠一點 可能未必真的加到星班 還有機會在這四班上 不會是星班吧 加不到10分 應該加不到 雖然距離是比較遠一點 是,剛才說了 很努力的 翡翠劇院上來拿到第三 浩然所說 那隻追風企足也有 不過那隻馬一進直路 好像也有少許 塞了少許平衡 所以可能就變了 吹拆下去就沒那麼順暢 還有他的視閘很順暢 終於記住 他把他的第四 我覺得也算是 那些馬很弱 總是小隻 他不會撞了很多 也不會厲害 他的力度好像也不是很足夠 另外回來這一場 發現那隻太空戰士 內規鏡檢查器官內 有很多血 要通過手衣檢驗才可以再跑 他好像每況如下 好了,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再說第七場 好…